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 我还怎么凭手拿好 怎么保送啊 他是因为你才自杀的 是你害死 童韵 这都跟我有关系吗 高中的时候 我最好的朋友叫刘晓妍 高二那年晓妍和一个学长 走得很近 她只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给你留的 香草味的 谢谢啊 我昨天还没写完 我现在撤了 拜拜 拜拜 也是在那天 刘晓妍和方志进 偷偷交往的事情 在学校论堂报官网 我查到了 网络地址是咱们的学校系方 咱们的学校的人 这是什么渡管先生的人都有 要不咱们说 咱们车路回家 然后我自行车坏了 你当老师傻呀 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 我还怎么凭手拿好 怎么保送啊 要不因为你 就不会有这一波事了 我们就行 方志进当时连续两年 当选省三号 如果再一次当选 她就可以直接 保送性格大 但照片的事情 让方志进在学校 受到了非议 方志进为了保送名额 既然断章取义 把她和小严的聊天信息 公布出来 把所有的责任 都退给了小严 一直间 小妍变成了重视之谛 小妍 你把你和小妍的QQ聊天 掐掐头去尾的贴出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贴的了 再说是和你有关系吗 可那明明就不是事实啊 明明是你纠缠的小妍 纠缠 我什么时候纠缠她了 小妍对你那么好 你就这样伤害她 她如果真为我好 为我牺牲一下怎么了 小妍现在很难过 你去看看她吧 现在真的不合适吧 我现在去找她 被别人看到了 可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那她不就白白牺牲了 那你至少安慰一下她 我说了我们俩没有 任何的关系 以后不要再来放了 方知静 不能眼光 香槤都出了 居然 人家方知静都拒绝她了 还死别爱人 小妍那天以后 就生活在黑暗之中 方知静预然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 小妍变得沉默寡言 直到有一天 朱越 坐这儿了 朱学妍 tiếp절年药了 来 怎么样啊 不知道 还在里面呢 刘晓妍家属 你这什么情况 我是刘晓妍妈妈 患者中出神经 受到大量安眠药抑震 大脑群氧时间太长 已经脑死亡 没有继续抢救的意义了 怎么回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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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你真的太无耻了 你明明知道小燕很腼腆 他让身边所有的人笑话 却还要顾及你的感受 你倒好 为了一张保送名额 你颠倒黑白 让他被所有人破脏水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是我让他吃了吗 明明就是他自己心里有问题 我一听到他出事 不是 我就马上赶来医院了 我够认识一起了吗 他是因为你才自杀的 是你害死 朱玥 这都跟我有关系吗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不愿意 不愿意 只此以为这种话可就应该说 不愿意 不愿意 我们就可以聆取, 你知道吗 那就要聆